正在进行训练的就是航天员朱扬柱 经过严格系统的训练 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所有飞行程序及操作规程 2022年入选神舟16号航天员程组 在这次任务中 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 朱扬柱主要负责空间站整个飞行器平台系统的日常维护保养等工作 出现一些可能小故障什么的 是需要工程师去参与与地面协同也是 恢复我们的这个运行状态 我更多的是这个平台的一些产品的维护维修 今年36岁的朱扬柱出生在江苏沛县 从小就有一个翱翔蓝天的梦想 读高中时与空军招飞选拔失之交臂 在老师和家人的建议下 朱扬柱在填报高考志愿时 坚定地选择了国防科技大学 当时就只报了一个志愿就是国防科技大学 而且我一定要报这个跟飞行有关的专业 选的专业当时就是一个专业 一看正好国防科大里面 它有这个航天学院叫飞行器系统与工程这个专业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专业 而且不接受调剂 要考就考最好的 2005年 朱扬柱如愿成为国防科技大学 航天学院的一名学员 在军校期间 朱扬柱一直沉浸在自己热爱的 飞行专业研究领域 大四那年 正在加紧备战研究生考试的朱扬柱 得知空军面向大学生招收飞行员的消息 再次点燃了它的飞行梦 到了进了这个复选 复选其实很多项目也过了 差一点点 擦肩而过了吧 算是又与飞行擦肩而过 虽然无缘飞行梦 朱扬柱却得以在国防科技大学继续深造 从空气动力学到流体动力学 十年前新研究 在航天飞行领域的深厚理论功底 为他日后成为一名航天飞行工程师 打下坚实基础 2018年初 我国启动了第三批航天员的选拔工作 已经在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担任副教授的朱扬柱 毫不犹豫地选择报名 航天工程大学是一个选拔的单位 没想到我又来了第三次的 就是有机会向自己的梦想去再努力一棒 就是我当时也想着就顺其自然吧 就是参与 总在参与 然后后来又很意外地 又走到了复选 又到了定选 到第三次的时候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反而收获了希望 第三批航天员的训练 要进行八大类百余项课目的 系统的学习和训练 这其中光基础理论学习 就包括了高等数学 飞行动力学 空气动力学 宇宙航行学以及航天医学知识 等二十几门课程 就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当时上这个基础理论的力学的时候 这个理论力学就用了一哨呼把它给弄完了 我们三批进来以后时间很短 紧接着很快要去执行任务 要赶得更快一些 而且它可能立足于我们自身 有一些知识背景 除了理论基础 航天员还必须具备 载轨执行任务的能力 航天员要在中性浮力水槽中模拟进行舱外训练 由于水的浮力和阻力 航天员需要更多的力量和耐力 来完成各种动作 这也是航天员训练中最辛苦的课目之一 我比较喜欢水下训练 就是感觉像飞起来的感觉 哇 过去了 我说这个水下训练能不能多给我加两次 回来以后会感觉睡得比较香 实际上是有疲惫的 但是我没有觉得这个疲惫会影响 影响我的发挥 影响操作 我反而觉得它整个水下的移动的过程 操作的过程都是比较有乐趣的 神舟16号载人飞船发射后 将对接于核心舱静向端口 形成三舱三船组合体 按照任务规划 神舟16号飞行任务 将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 和货物气闸舱出舱任务 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开展平台管理工作 航天员保障相关工作 以及科普教育等重要活动 我觉得要是对于执行任务来讲的话 我们用两年多的时间 目前来看也是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的 在训练的过程中及时的发现问题 要的是效率 我们一切都是以战斗力为标准 向战斗力看齐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上战场 也能汹涌成组 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 神舟16号成组 是空间站转入应用与发展新阶段的首个飞行程组 作为空间站的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 朱阳柱对未来空间站将发挥的作用充满了期待 现在三舱已经建成 很多机柜都已经上去了 很多机柜都已经到位了 而且我们这一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科学实验 我期待就是上去以后协助咱们的地面人员 让咱们的空间站更加稳定高效长久安全地运行 争取咱们的空间站 就是早出多出高水平的科技成果 我觉得会让大家耳目一新 会看到更多的高水平成果出来的